雷雨,强风 赵慧的小手被爸爸紧紧握住 小鹿泥泞,头发被雨水打湿 赵慧回头望了望,妈妈在咒骂着什么 赵慧渐渐看不清妈妈的身影,雨目朦胧 平成九年,送夏 49岁的赵慧来到片仓医院寻找爸爸的骨灰 赵慧的爸爸叫陈文雄,台湾人 赵慧模模糊糊地记得,爸爸的遗体就是在这家医院放进棺材的 赵和29年,赵慧6岁 爸爸生病住院,赵慧也跟着一起住进医院 爸爸总说,懂病好了就回台湾 懂病好了就回台湾 可是呢,就在那个夏天,爸爸走了 赵慧被托付给王先生 非常遗憾,因为一场火灾 赵和32年之前的文档全都没有了 唉,运气不好,运气不好 赵慧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正烦的,女儿生死了一通电话 将赵慧直接拉回30年前 里面那个人重视赵慧的弟弟 30年前如此,30年后依旧如此 时隔30年的见面 姐弟俩陌生至极 沉默,长久的沉默 赵和30年 爸爸去世后,王先生一家离开日本 赵慧被送进孤儿院 某天,毫无忠照的 妈妈,也就是那个叫疯子的女人 突然出现,赵慧被突然接走 妈妈的家,在葛氏区旧四木桥附近 那里是一片脏乱的棚户区 赵慧的新爸爸叫中岛 新弟弟叫武则,新家很陌生 每天,妈妈出门后 赵慧便在家里打扫卫生 妈妈回家后 赵慧和弟弟则被赶出家门 开灯之前不准回去 唉,运气不好,运气不好 赵慧自言自语安慰自己 又这么晚 我不是说过不许这么晚回来吗 深思问 赵慧拉开冰箱说 对不起,对不起啦 不知不觉就聊得晚了点 赵慧33年 生下,妈妈又搬家了 中山爸爸没有一起来 赵慧的新爸爸叫何知 新家不宽敞,也不干净 仍然陌生 夏季,烟火升空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邻居的小姑娘 骑刷刷穿上和服 叫赵慧也一起 赵慧站站兢兢坐下 很小声地说 妈妈,零花钱 大家,都有 小雨,屋里滴滴答答 晚饭是咸鱼配饭 可知爸爸说 我们的脸都从酱油色漏 赵慧总爱妈妈地打 有时候因为一句话 有时候因为一个眼神 更多时候毫无来由 只有在帮妈妈梳头的时候 赵慧才能够得到一点点的肯定 一点点而已 赵慧又爱打了 一次比一次痛 一次比一次狠 呕吐,流血 一种家常便饭 可知爸爸劝不了 干脆带着一起乞讨 意外的是,生意意想不到的好 下雪了 赵慧和弟弟又被哄出家门 妈妈还是那句话 不开冬前,不准回家 赵慧回家的时间 越来越晚 赵慧只说是在和朋友聊天 身子不信 妈妈看起来偷偷摸摸的 肯定有什么事 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难道 难道我们根本不是亲生母女 赵慧被自己吓了一跳 马上不由自主地摆出一副笑脸 这种笑很是难看 赵慧清楚地知道 那是在讨好 乞讨地讨 每次被妈妈打 赵慧都会摆出一副笑 可是 赵慧越是示好 妈妈打得越狠 随着发力员的一声枪响 身子远远地跃入水中 赵慧动着眼睛盯住身子 哎呀 不好 最后一鸣 二十分钟后 输掉比赛的身子告诉赵慧 妈妈不用道歉 我不喜欢那种方式 晚风温柔 晚风温柔 昭和三十六年 何知爸爸在战友的帮助下 找到一份重视工作 彼时 恰好赵慧升入中学 何知爸爸预知工资 送了赵慧一套崭新的海军服 妈妈一个劲地催 快 快穿给爸爸看看 快 衣服都脱掉 内衣也脱掉 赵慧这小小迟疑了一下 便遭到妈妈的毒打 赵慧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 妈妈吼道 你是被强奸后送的 都怪你 都怪你 月光惨惨 赵慧摸出洗脸之旁的菜刀 紧紧顶住猴头 最终不知该怎么办 赵慧还是把刀放下了 爸爸快来接我吧 你没有死 快来接我吧 快来接我 那之后不久 何知爸爸也被抛弃了 听说 他孤身一人住在公寓里 直到死去 赵慧找到何知爸爸的坟墓时 就下定决心 他要把那个女人抛弃的人 都一个一个找回来 武则爸爸找到了 何知爸爸找到了 接下来便是赵慧的爸爸 陈文雄 杀戮 爸爸故乡的名字 这是赵慧找到的唯一线索 去吧 去台湾 我陪你一起 身子笑着说 第一次出国旅行的赵慧 忐忑不安 母女俩问路 订酒店 都靠身子 包括认识慧说日语的出租司机 林先生 也是身子挨个问挨的 在林先生的带领下 赵慧成功找到爸爸的老家 台北县乔家杠 昭和39年 15岁的赵慧 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 赵慧想着 咱几个月前 就能搬出去住了 哪怕是最便宜的房子 谁知道 刚回家工资就被妈妈抢了去 赵慧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 永久找到一顿毒打 自万里之遥 舍千山万水 游子终归故里 在林先生的帮助下 赵慧找到了陈家 幸运的是 爸爸的弟弟 也就是赵慧的大伯还健在 听闻赵慧要找哥哥的骨灰 大伯当即派出大儿子志明领路 遗憾的是 没有任何消息 不过 最让身子感到不爽的 还是志明的态度 怎么说也是亲戚 怎么这么隆淡 好像很讨厌我们似的 另一方面身子还觉得 妈妈这么费尽心思找外公的骨灰 好像是为了报复 等到找到外公骨灰后 再去跟外婆说一声 活该 赵慧拉上被子 敷衍道 快睡觉吧 别瞎财 赵和四十年春 十七岁的赵慧 宠了妈妈不在家时的主心骨 弟弟又因为偷东西被抓住 赵慧又去给领回来 每次每次总是如此 好像永远不会结束 赵慧告诉弟弟 等我攒钱 攒够了 我们一起搬出去 别再偷东西了 月底 赵慧领了工资 鼓气用去压下一张 意外的是 妈妈突然要搬家 也不说去哪里 至于赵慧的工资 妈妈依旧给抢了去 连赵慧压下的一张 也不允许 赵慧满腔愤怒 再也抑制不住 抢过胯包风一般冲出小巷 正在这时 弟弟跟了上来 死死抱住妈妈 姐姐快跑快跑 在台湾待了两个星期 赵慧一无所获 不过 她并不准备放弃 看着赵慧如此执着 致命终于说了实话 其实 我父亲自作主张 卖掉了你父亲的地 所以 她一直担心受到责难 赵慧大姐进孤儿院的事 她知道 但她什么也没做 至于骨灰 她也没去日本找过 赵慧强忍着愤怒 打算和大伯告别后 马上返回日本 身子可不准 李重导 把我外公的土地还给我 大伯面不改色 战中年代没办法 其实 只是一小块地而已 老一辈的事太过复杂 前头万须离不清 致命多方打听 找到王先生的地址 连同一份小礼物送到酒店后 这才离开 旧时的回忆涌上心头 赵慧也不打算再买女儿 其实那个女人还活着 身子晃了晃脑袋说 我知道 我见过那位骗子舅舅 火车到达极致县铁路 终点站 车程 往昔 这里因盛产木材繁荣起来 现在 却连木材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赵慧拿着致命打听来的地址 在家杂货店前 一眼认出了王先生的妻子 阿初 故事 还得从昭和22年说起 25岁的陈文行和26岁的王东谷 刚从农村倒筒粮食回来 准备拿到黑市卖掉 路过小巷口时 撞见一个被抢奸的女人 疯子 陈文行把疯子带回了家 让他洗澡 帮他弄来新衣服 除此之外 没了 疯子嘛 陈文行是伪君子 甚至都没正眼看过他 陈文行不气 更不辩驳 19岁的疯子 从未见过这种男人 从未体会过被爱的感觉 赵慧突然问 那我 那次 强奸 阿初反驳道 是谁 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王先生坚定地告诉赵慧 我可以保证 你是陈文行和疯子的孩子 绝对 绝对错不了 昭和23年下 疯子发现自己怀孕 疯子不想要这个孩子 他觉得 如果有了孩子 就会失去陈文行 陈文行安慰道 不会 永远不会 等孩子生下来 我们一起回台湾 阿初告诉赵慧 你还是婴儿的时候 疯子就打你 踢你 后来文行无法忍受 才带你离开 说着 阿初突然抱住赵慧 不出道歉 那时候太穷了 太穷了 但凡 但凡 我想过带你一起的 回到日本后 赵慧只得再次来到户籍科 既然爸爸没回台湾 那就一定还在日本 职员想了想说 是不是 你父亲没娶的日本国籍呢 赵慧恍然大悟 一刻不停来到二楼的外国人户籍管理科 果不其然 职员在一本很旧的文件夹里 找到了陈文雄的名字 赵慧爸爸的骨灰 被保管在三英市的东光寺 千山万水 千银万语 赵慧想说的太多 话到嘴边 又不知从何说起 深子提出 带外公的骨灰去见外婆吧 我已经打听到地址了 赵慧也没有同意 也没有拒绝 她只是惶恐 那个女人 她心里只有恨吧 弟弟劝道 过去了 以后 你别来看我 见了我 你心里也不痛快 赵慧和弟弟互相凝视着 默默无言 倾盆大雨 公车停在一处渔港前 路旁咕隆咕隆一座美容院 萧条而又落寞 欢迎光临 理发吗 女人问 赵慧稍稍迟疑了一下 在椅子上坐下来 女人拿起梳子 聊了聊赵慧的刘海 忽然看见额头的伤疤 沉默 巨大的沉默 长久的沉默 不多时 赵慧的头发剪完了 一个男人拎着鱼箱进来 赵慧递过两千元 用一种冷静到冰凉的口吻说 请多保重身体 赵慧走了 头也不回 女人开门的声音不小 赵慧听得见 但是赵慧毅然决然地走了 宛如那一天 只是雨停了 再次 やっと母親に さよならが言えたよ おかしいでしょ あんなひどい母親に 可愛いよ お前のことが 可愛いよって 言ってもらいたかったなんて 可愛いよ 母さん 馬鹿 イグサ 秋高气爽 台湾的甘蔗田一望无际 林先生没看几下就开始淫湿 啊 在绿色甘蔗田的上方 台湾的天空 湛蓝而清澈 甚至打断说 喂 林先生赶紧干活吧 林先生赶紧干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ingué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